嗨,大家好,我是坦平书,今天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的事 恒大爆雷以后,从投资者的角度,我们聊的更多的是恒大理财的投资者 还有这个购房者,其实受恒大爆雷影响的远不止这些人 今天我们聊一聊信托的投资者,以及私募基金的投资者 我看今天的时间,如果有时间我就讲两个 没有时间我就只讲信托这个投资者 我在有一期视频里面已经讲过了 恒大的融资渠道主要有六七种,都跟大家介绍了 那么呢,这个银行这块呢,实际上它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因为它拿到了恒大的足额的抵押物,抵押品 那么它呢,不担心恒大爆雷 对它来说,无非麻烦就是要处置一些资产 那么信托就不一样了 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信托,是什么意思呢 信托就是说,比如说啊,房地产行情好的时候 都是信托公司啊,找房地产企业,找恒大这样的企业 那恒大是排第一的嘛,许家印也是首富 那肯定大家找恒大的项目啊 就问你,你这个项目缺多少钱啊 那个恒大一算,缺五个亿 行,你这五个亿我来帮你找 就信托公司就这样的 然后呢,你有什么东西押给我呀 如果说啊,这个资金比较宽裕的时候 这个恒大的融资渠道比较多的时候 它一般的就是,我没什么好东西押给你了 对吧,好的都已经给银行了嘛 银行的利息低嘛 对吧,你信托的毕竟要高一点嘛 那么他们就给信托呢 拿一些什么有瑕疵的 或者乱七八糟的抵押物给这个信托 然后信托拿回去之后呢 它就会包装出一个产品出来 比如说你这个恒大 你这个项目需要十个亿 好,那我这个信托我就回去了 把它设计成一个产品 可能设计成两个产品都可以的 设计成一个组合也行 然后呢,它呢就去向不特定的投资者 就募集这个钱 这个国家规定的信托的这个投资者 应该是不超过三百吧 一个信托产品啊 那你可能就每个人一百万 那你就募了三个亿 因为投资者啊 一看你这个募集的产品 这个钱是要投给恒大的房地产 很火啊,对吧 恒大是排第一的 房地产火的时候 所以它很容易就把这产品卖出去了 那个很容易就募集到这个三个亿 然后它发三个产品 那就十个亿就到了 它一般的通过谁卖呢 就是信托公司啊 它就通过这个银行 银行的经常打电话 给它的高净值客户啊 说这一个什么产品 哪个信托发的 给许老板融资 对吧 这个什么什么项目 年化收入是十个点 那很多理财的人 很多这个储货啊 就愿意了 把它的钱从银行提出来 购买 认购这个信托公司的这个产品 这样 信托把钱募集齐之后 就去交给这个恒大了 那么银行为什么干这事呢 银行它赚钱啊 它帮这个信托公司卖产品 卖它有一个点的这个费用啊 销售费用 甚至有两个点都有可能 不这个不一定啊 那银行又白赚了 所以说 银行都愿意卖理财产品 所以 那老头老太太大妈什么 一到银行 都被银行工作人员热情的拉住 对吧 让他们买这个理财 那个理财 实际上他们搞不清楚 这个理财是干啥的 实际上都是信托公司在那发的 然后呢 认购的可能就是 恒大的这些项目 好了 这他信托公司给银行 不一样是什么地方呢 银行是说 你储货把钱放我这 只是我把这钱带给谁 你不用管 我每年 我是按国家规定 给你付利息就完了 然后呢 如果我银行这个贷款 赔了 收不回来 跟你储货也没关系 我是刚性兑付的 你在我存的钱 我都要 你取钱的时候 保证的有给你 这个我在有期视频里 已经介绍过了 中国银行基本上 就是刚性兑付的 所以你储货 根本就不操心 我钱放进银行了 但是我收入少啊 利息很低啊 年化可能 这两个点啊 一个点啊 我认够这个 新托产品的话 那年化可能是八个点啊 那是差五六倍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很多人就买 新托的产品 但是新托产品 是有用途的 就是我买你这个理财 这个钱用在哪儿 这必须要告诉我 是明确的 是用在很大的项目上 不是说 我把这钱给你新托了 你爱偷谁偷谁 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是区别 那既然是理财 国家规定的啊 是不用水干队 就是理财的 那你就是承担风险 如果这个新托 投给很大 这钱要不回来了 那新托就没钱还给你 因为他投资失败了嘛 那你这个钱就赔了 按国家规定是这样子的 但是新托公司呢 为了自己的这个声誉 因为新托的牌照啊 非常值钱 我们国家银行 可能有好几百家 但是新托好像 一共只有70家 也没涨 这个新托的牌照 是非常值钱的 所以说新托公司呢 他到现在为止 都是咬牙刚对 即便我投的项目失败了 我也会把这个 投资人的钱给了 不给的话 那相当我这牌照就作废了 我幸运没有了 我幸运没有了 我以后发什么产品 谁会认购呢 自己放网就咋掉了 所以说新托公司啊 虽然国家没有规定 新托公司要甘心兑付 但是新托公司呢 都是咬紧牙关啊 勒紧裤腰带 要甘心兑付 这就是新托和银行的区别 那么具体到恒大这个 恒大这个1.9亿的负债里面 我看了一下啊 新托的多少钱 他没有单独列出来 但是据我推算啊 因为他前三家新托公司 就已经600多亿了 恒大已经借了 近年50家新托的这个钱 基本上中国新托公司的 大部分新托公司的钱 他都借了 那么我估计他新托的钱 轻轻松松就超过1000亿 1000亿啊 那么这1000亿 一般新托都是一年 或者两年 这个有了三年 但基本上陆陆续续都要到期了 那么你这个 你恒大哪有钱就兑付呢 恒大现在 徐老板都是开始卖房子 卖飞机 卖自画 他自己项目上也没有钱 没有现金流回来 他只能靠卖东西 把每人债的利息给还上 那这新托的这个兑付的本金 你怎么付呢 还利息对不对 他没有钱付啊 那么这个这些新托 1000亿的新托 我们按一个人 大概100万来算的话 那么他至少影响 10万人 投资者 这10万投资者 面临着这个 他的本金和他的利息 要不回来 要不回来怎么办呢 就得找这个新托公司去要 因为新托公司一般 你看恒大是叫保教楼 新托公司是叫保钢队 但是呢 你1000亿的这个本金加利息 可能是1200亿了 那你说新托公司哪付得起呢 所以现在新托公司呢 你从这个恒大 你也要不回来钱 怎么办呢 现在因为新托公司啊 都是国资的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民营的新托可能就几家 大部分都是国资的央企的 那么这个新托公司呢 他们就开始发新债 就发新的新托 去接自己的老的新托 这是一种 还有种的就是 殃及财力雄厚的 我有钱 他呢自己呢 拿自己的腰包里的钱 先给这个投资者兑付 然后呢自己呢 在兑付完之后 这边呢跟恒大呢 继续展期 你就展着 展个一年再说 还有多新托机构呢 就把那些什么家族新托啊 就没有特别明确的 投资渠道的那种 投资目的的这种 投资标的的这种新托啊 资金挪用挪到这个项目 给大家兑付 还有的是什么呢 还有的这个新托公司啊 玩的比较野 他就已经脱离了 这个银保监会的这个监管了 他也自己开始 私自发言那种 就是说目的不明的这种产品 就是说我投到哪 我不跟这个投资者 说的太清楚 就说什么 三十公司定增项目 哪家三十公司 他不说 什么定增项目 他不说 反正他就说三十公司 定增项目 或者叫这个专线产品 是投资什么新能源汽车 什么技术改造 他就胡编一个 然后他募集个十个亿过来 实际上他是形成自己的一个资金值 就像银行一样的了 他把钱拿过来 他不告诉你干啥了 只是我借给谁 你们别管 反正我每年付你这么多利息就完了 他拿这个钱呢 挪用去把很大的这个钱 把接下来 然后把这个投资恒纳这个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信托的这个投资者 把他置换出来 各种手段 但是这个都不是长久之计 迟早是要爆雷的 因为恒纳的没钱还 没有钱还 你这些殃及 即便你财力很雄厚 你也扛不住 随着恒纳 随着时间往后退移 信托投资者这个矛盾啊 会逐渐暴露出来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 那么就会出现这个 买了恒纳的这个信托产品的这些投资者会闹事 但是他们闹的对象可能不是恒纳 他们闹的是这些央企 这些国企的这个信托机构 我觉得啊 肯定是有哪些实力不够的信托机构 可能就要打破甘心兑付了 他就耍赖 不兑付了 因为他兑付不起了 他就放弃甘心兑付了 牌子砸了就砸了吧 反正就这样 他就可能不兑付了 这就会导致很多人维权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第二个我讲的就是这个基金 你说房地产公司跟基金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基金一般都是股票啊 都是买这个 对吧 都是参加什么订增啊 都是资本市场的事 但是中国的 他就是这样的 这些人募集资金之后啊 他不是投到资本市场 他是投到这个债券市场 他投到这个恒大 叫民股市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恒大 你这个一个项目 也是房地产市场火的时候啊 你恒大一个项目 那我私募基金跑来了 找你恒大谈 你们缺多少钱 我这个项目缺五个亿 那行 我给你找五个亿 但是基金呢 他不能直接借钱给恒大 明白了吧 借不了 他怎么办呢 他我收购你这项目的股权 你这项目 百分之五十亿的股权给我 我给你五个亿 扔够你股权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方式 或者我比如说拿两个亿 扔够你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然后剩下的三个亿 算股东借款 就是我是你股东了吗 股东可以借款 增资 还可以增资 你知道吧 然后增到你这个这个注册资金里面去 反正手段很多啊 包装出来之后呢 基金公司的更没有抵押了 他只是拿了你的股权 这个形式上看啊 这个项目是我的了 我是大股东了 但实际上我也不是开发房地产的 对不对 还是恒大的操作 我只是把这个股权拿了之后 然后剩下的比如49的股权 再质押给我 那这项目的百分之百股权都是我的了 然后呢 你的这个财务章公章 叫共管 财务章公章 我们俩我跟恒大共管 这样我把整个项目监管起来 保证呢 到时候钱回来能让我出去 就这么一个操作手 那这基金的公司的钱从哪来的呢 他跟信托是一样的玩法 就是又到银行去了 找银行 我这一个什么项目 年化收益率是百分之十个点 投资的是这个恒大的地产项目 民股实债 表面上看出股份 实际上是债 他欠我这个钱 欠两个合同 那么呢 银行呢 就把他这个业务卖 找那高精致的客户 去推销他这个产品 又能卖出去 因为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 这都是坐着赚钱的 一年十个点利息 你投一百万 一年赚十万 所以说很多人就去买 好了 这个新东公司把钱拿到之后呢 就交给这个恒大 表面看啊 是我买了恒大的股权 但是我跟恒大之间又签一个协议 叫债 你恒大欠我这么多钱 股权压给我 然后你恒大欠我这么多钱 它是两份合同 然后在恒大的报表里面 你是看不到的 恒大报表里面 因为它是股权投资啊 在那个负债里面 你是看不到的 就不在1.9万亿里面 这是很可怕的 这个东西最后呢 只有打官司的时候 才会拿出来 你恒大欠我钱 你看我们还有个借款合同呢 这个投资合同作废 借款合同才是真正的合同 拿出来了 行情好的时候啊 房子如期交付 资金回笼了之后 恒大呢 再把你的这个股权啊 回购回来 你单做是5个亿 50%的股权 那行 我现在是5个亿 乘上个每年 15%的这个利息 三年 那就是3个15%利息 拿这么多钱 把你这个股权回购回来 这个合同就结束了 就叫名股实债 都这么忙 但是大家就知道了 那已经爆雷了 他很多项目烂尾了 即使不烂尾的 也是政府在操作了 那这问题就来了 政府运作的时候 他可不管你 你这就是股权投资吗 你这是项目股东吗 我现在政府来操作这个盘 我把这个项目 防止他烂尾 要保交楼 把楼盖好就完了 盖好给这个买房的人 后面的楼 他还在卖 因为他是靠卖这楼的钱来 回来把这房子盖完 所以这些东西 基金公司 你都插不了手 政府在操作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个楼卖掉了之后 你那股权 谁给你回购回去 许老板也没有钱 是把你股权回购回去 那你咋弄呢 那么这私募基金 基本上就是赔 你只能告许老板 拿着那个借款合同出来 告很大 告了很大 那你又执行不了 很大没钱 因为他手上没有抵押 没有任何什么 他只有股权 股权也不值钱 对不对 项目都弯工了 你的股权值啥钱 公司就是个壳 所以这些私募投资基金呢 这个投资了这些私募投资基金的人 估计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损失 非常麻烦 而且这个呢 他也不是直接跟恒大发生关系 他是跟这个投资者 是跟私募基金发生了关系 你就是告恒大 你也告不了 你得先去告这个私募基金去 那在政府那呢 他就不把你当做恒大的一个项目 一个债来看 你这投资者 你投的是什么什么私募基金 跟我这恒大的项目没有关系 所以又不在政府的这个关照之内 你恒大财富的投资者 好歹还是跟恒大有关系的 政府还得认 因为恒大爆雷了嘛 这一帮人也很苦 那还得当个摄影来研究 你这个投资的私募基金的人 这私募基金投资很大的 那个政府可能都根本就不关注你 你闹一闹不起来 当做众多的这种P2P啊 这种理财来看待 所以我说 接下来啊 这个信托的这个投资者 还有私募基金的投资者 就是通过信托 通过私募基金 投资了恒大 或者是民营房地产企业的 这些投资者 可能会迎来更大的麻烦 这其中麻烦最大的是 投资私募的这般人 因为投资信托的 好歹还可以找信托公司去 信托公司都是国企啊 好歹还能闹一下 这些私募基金都是私人的 他是靠收管理费活着 他没有什么注册资金的 他自己没有什么自由资金 所以他们一破产就是零 没有钱 所以说这个巨大的雷啊 还在后面 要连环抱 具体走到哪一步 我们继续关注 好 今天节目就做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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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